其實也是當年的遺憾 足球當時對我倆是一個很重要的運動 那可是突然中斷 那這個中斷當然在那個時代裡頭是因為升學的關係 因為在現在這個時代升學還是很重要 所以就是足球這一塊我覺得並沒有那麼的國際化 這個是最主要讓我有這樣的構想 去年的五月我參加歐洲台商在安塔利亞的這個年會的時候 我才發覺到說這個地方是一個足球訓練的基地 當然它的天氣也好 它的設備也好 它的這個又是歐洲相關區的利售訓的地方 所以也是因為那個機緣才知道這個地方 那再加上說土耳其也算是一個足球很重要的國家 那我們跟土耳其之間的交通也還算平凡 然後這個飛機票也還算相對的便宜 所以覺得說也許這次可以先出去 然後檢視一個好地方 那所以才選到它 我們台主經貿協會呢 我們理監事會呢也通過就是說 除了經貿的活動我們要做一些文化的交流 所以呢我們會正式的把這個每年呢 希望贊助一個台灣的一個高中主流隊去 當作我們一個例行的一個業務 所以貴董事長他們這個構想的話就是說 希望能藉著這樣的帶動 我們能形成一個台灣的一個足球聯盟 像棒球一樣 然後呢讓我們有天分的這些年輕人呢 將來有一個地方可以去 甚至能去打亞洲杯 國際杯 變成Superstar 我很希望 我相信我們台灣有這個機會 非常感謝我們會董事長 還有廖董事長 還有肉董事長 很幸運啦 我們學校被他選為 夢想足球的第一屆 所以說我們是很有準備啦 希望這一趟的訓練跟比賽 能讓選手提升那個國際的那個競技觀念 推動這個實質並不是我的本業 只是說我自己的興趣還覺得遺憾 我先可以幫這個社會幫國家做點事 然後希望能帶動一些風氣 那這次很高興的就是說 我只是一個小小的構想 要得到這麼多朋友的資金 我想你剛剛也知道 從這個財務上 本來我們最擔心的財務 反而不是問題 那再之餘呢 發揮到衍生了好多好朋友 不管是旅行平安線也有人贊助 球衣也有人贊助 WiFi也有人贊助 就是好多好多人就都贊助了 其實就是說 其實在民間 或者是一般所謂的沉默的大眾 其實大家還是很想做些事情啦 只要我這個只是一個小的開始 我相信政府我能夠帶頭 力量當然要更大 一、二、三 好了 中文 中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